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道非常稀释的宝宝腐蚀彩椒乳蛋饼 准备很简单 三到四个不同颜色的彩椒 我今天准备了红橙黄绿四种颜色 非常的漂亮 我们先把这些彩椒去地去籽 然后把它们放入搅拌机搅碎 不需要搅太长时间大概三四秒就可以了 我们加两颗鸡蛋进入搅拌机 如果你喜欢更嫩的口感你加三个也是可以的 然后加一些希腊酸奶 其实用原味的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宝宝喜欢吃甜咸口味的食物 所以我加了一些有桃子味的希腊酸奶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面包蟹 如果你有方形的面包蟹也是可以的 原味的也是可以的 我今天加的是意大利口味的面包蟹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盐和黑胡椒了 如果你用的是原味 那就再加一些盐和黑胡椒 味道会更好 我们放在一起把它们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些烘焙模具 我今天准备了几个有趣的形状 其实在家里的话你有任何烘焙用的模具都可以 把它们刷上黄油 然后把刚才搅拌好的液体依次倒入这些模具 开始烤 我今天用的是空气炸锅 因为它的量刚好适合我的宝宝的食物的量 那选择烘焙模式 390度 大概6分钟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整个制作过程大概也就10到15分钟吧就好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简单又营养丰盛的一道宝宝腐食 我们等它稍微冷却就脱模取出摆盘 我们来看一下真的非常的嫩 这个腐蚀里面有彩椒丁的这个脆脆的口感 然后还有蛋跟奶的香味 还有这个嫩嫩的口感配在一起 简直绝妙极了 我都特别喜欢吃 然后我的宝宝一口气能吃四个 好了 记得点赞关注我哟 感谢观看